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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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上这条线表示什么 这是国境线 线上面是俄罗斯 线下面是中国 两国就用这条线分开 一条线就分得清 别小看这一条线 它可是经过许多努力才确定下来的 一寸也不能含糊 这里有一个左宗棠收复伊犁的故事 宗棠久在边疆不常入京 还请温大人多多指教 左大人过言了 太后问起西北之事 还望大人巨石沉奏 西北是战是和 不知朝中大臣意下如何 主战主和都有 而主和最利的就是李中堂 李鸿章 太后有旨 宣左宗棠觐见 温大人 我们回头再谈 左宗棠 你长途跋涉来京 很辛苦吧 臣不觉得累 只是看见内地百姓安居乐业 而官外黎民陷于贼手 戈列强一直压着咱们 这回俄国又扶着个什么国 浩瀚韩国 小小的浩瀚韩国也敢欺负咱们大清 以后给臣精兵五万 三月之内定收复新疆 这么有把握 阿古百倾我边疆 关外百姓无不痛恨 民心可待 俄国与土耳其交恶 即将开战 对我大清不敢轻举妄动 阿古百不能不平 但也不能得罪洋人 宣文祥李鸿章温童和进殿议事 李鸿章 左宗棠说要收复新疆 你看怎么样 洪章以为万万不可 西北军饷每年要扔数百万两的银子 这可是无底洞 臣以为先帝对西北用兵 从此西北平定 如今却要弃心将资敌 何以向臣民交代 是啊 先帝打下的地方若丢在我手 何言与对列祖列宗 可海军 李鸿章 海军怎么了 海军缺经费 如果西北开战 那海防何日可成 鸿章以为不如依应人意见准阿古百立国 为我藩属太后明鉴 若许阿古百称王则边防尽失 而无辜弃我国土实为实策 这倒也是 那就让左宗堂出关 太后 此人刚毕自用且年老健忘 她精力不济 如果贸然出兵未见得能取胜 损兵折将是小 结怨沙额世大 左大人生如红中不履圣剑 有何老态 左大人主张收我国土 又怎能说是刚毕自用 臣也赞同文大人所言 你也主债吗 文大人 翁大人都主张出兵 就让左宗堂准备吧 太后 好 就这么定了 左大人 明天就到宿州了 金顺县驻扎在乌鲁木齐 咱们先从天山北路开始 好 我与金大人会合 趁敌寡我中 先打北路再打南路 各个击破 对 一到宿州你马上出击 打他个措手不及 是 金顺县见过中堂 我军出战告捷 你们二位辛苦了 阿古百事乌合之众 没什么可怕 二位还需严明军纪 是 大人军务繁忙 怕是没看过底报 底报上说什么 李中堂说 我军已有战果便已修兵不必再战 又是李鸿章 那文中堂呢 大人 文大人已经病故了 什么时候 两个月了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 国师栋梁 难怪李鸿章放言无忌 不行 我得上书力争 左大人 金顺 大人一定又是一夜没睡吧 睡不着 送上去的折子朝廷也没个回音 我刚写了一封再撑上去 看太后怎么说 阿古百一日不退 我左中堂一日不收兵 朝廷八百里吉地 朝廷准了文大人的遗书 命左大人吉日出兵 勤祝阿古百 终于等到了 文大人在天之灵助我 金顺 你肃招刘景堂到我这儿议事 是 左宗堂与阿古百打了好几个月 至今未见捷报 就怕劳而无功空废军饷 你就知道你的海军怎么怎么 怕把你的银子都给用光了 臣不敢 只是左宗堂年岁已大 前次侥幸取胜 依臣于见就此罢兵岂不升好 你看看这个 这是 左宗堂已获大胜 阿古百兵败自杀了 传旨 犒赏左宗堂 让他妥善整顿西北 臣领旨 不过 不过什么 说 是 这左宗堂素来跋扈 让他小胜一战未必是朝廷之福 你是说 恕臣失言 这样吧 传旨褒奖时附带着告诫一番也就是了 我们在这儿出生入死 朝廷防我们跟防贼一样 不知道搞什么名堂了 不谈这些了 说说战局 阿古百虽死可他儿子正逃往俄国 我愿领兵追击 天山南北眼下去休养生息 不可再起战端 你们现在的任务是领兵屯田 将军人加固城墙 遵命 左宗堂给朝廷上书请求在新疆设立行省 并与俄国协议归还一礼 你们看 臣赞同 臣也觉得此方案可行 今儿是怎么了 心那么齐 何人去和俄国人打交道 曾国藩之子曾继泽 他熟悉洋人秉姓 精同万国之法是合适的人选 臣以为崇厚可当此人 崇厚此人颇为糊涂 出使俄国岂不一笑外邦 可曾文正处理天津教案险些及其明辩 现在他儿子躺在对俄示弱 追究起来 父子二人同悲骂名 这何必 曾国藩老成谋国 那是大伙都很佩服的 自从平长矛以来打仗都是靠汉人 这次就不派曾继泽了 抹嘴皮子的事就交给其人了 崇厚 任命以下 听说又是李中堂的主意 李鸿章派这么个糊涂虫舌 他是存心示弱 有咱们在就不能让老毛的占便宜 等着瞧好戏吧 李鸿章 看你举荐的崇厚定的什么条约 丧权入国 当年英法都打到京城了也没签订这种条约 打了胜仗反倒要赔钱赔地了 臣该死 我也不想和洋人翻脸 但也得给天下人个交代 翁童和 快给曾继泽打个电报和俄国佬谈判 把这条约给废了 条约以签再要废约恐怕难于登天 朝廷每年大把银子花出去养这帮拜外交的人 怎么着 这条约临了连这点小事也办不成 臣遵旨 曾大人此去使额肩负重任 我敬你一杯以壮行色 多谢 大人百战之功 岂能因崇厚而废 既则此去必当据礼力争 当年我出兵西北尽心尽力 而李鸿章以为退让 传言李中堂收受老毛子好处 尽心将我土地割让他国 他还没那么大胆 但凡为敌媚外者总不会有好名声的 俄国素为大人声望 大人只要屯兵西北 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此次收复伊犁 工业在此一举 左大人一言九鼎 记责这就动身 保重 大人 探马报 俄军又调兵潜将了 锦堂 你去给我买副棺材 左大人 您这是 此次宗堂出关生死未卜 不收回伊犁 不生还宿州 大人 快去 是 这次出使俄国总算不虚此行 谈判其商 僧大人雄涛便便 我得俄国人牙口无言 左大人驻军西北震慑俄人功不可没 难怪这次谈判俄国人七眼嚣张不起来了 是啊 等到北京我要好好敬左大人一杯 左宗堂先是出兵扫清了收复伊犁的障碍 最后收复伊犁 虽没打仗却是谈判时候一个有力的后盾 对吧 你倒挺聪明的 这次看懂了 那当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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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生长 看懂还是太阳的故乡 抗体牙壁天高 装置牙在胸膛 后来中华多少孩儿郎 英雄的传说把我传仗 千古美德 传呀传死方 传死方 传赋死方 传呀传死方